在這些雅性當中聽起來最可怕的是陰性 尤其是三個陰性的 那慧文這個三陰性的乳癌 它為什麼是狠角色呢 因為我們說它三高嘛 高富 不是那個三高 不是我們講那個 對 大家熟知的三高 它在這個特性裡面來講 它是一個高步伐 高轉移 高死亡率的 那因為大家可想而知 因為剛剛教授也解釋非常清楚 就是畢竟它能夠選擇的治療方式是比較少的 比起其他型別來說 它能夠對付它的武器是比較少的 所以在三陰性的患者來講 你就有點像中樂透的那種感覺就是 對 你可能就是在治療的選擇性是比較少 那你必須要更特別注意你的後續的一個身體的狀況 是不是有復發啦 或者是整個疾病控制的狀況 都要特別注意這樣 欸 那詠卿剛剛這個就是套慧文說的 重樂透的感覺 你當時感覺真的是如此嗎 我覺得是被雷劈到 對 其實那時候就是 我去檢查的時候 其實在診所醫生就告訴我說 這個形狀不太好 所以其實在確診之前 其實自己心裡已經有數 知道應該是八九不離十 可是當醫生正式確定 就是切片結果出來的時候 欸 知道是乳癌 那個當下還是有一個五雷轟頂的感覺 然後又聽到醫生用很 怎麼講 嚴肅的表情告訴我說 你這個是棘手的三陰性 就剛剛講的三高 就是什麼高死亡率高轉影 對 還有一個是高復發 大概就是像這樣三高的狀況 然後還有就是看到一些病友的故事好像都不太好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不安 對 那就是 所以當下要面臨的很多像治療的問題 然後像可能比較多的是 萬一我真的面對死亡的問題 因為我還有孩子 那家人怎麼辦 然後工作怎麼辦 家裡的經濟怎麼辦 所以這些都是當下被判斷 對 就是被確診的時候 然後面臨到的一些 一些 心情上的很複雜 心情上的一些掙扎這樣子 對 好 那所以家人當時 有怎麼樣安撫你嗎 我覺得我家庭的支持非常強 我很感謝我的另一半 他全程都支持我 那每次的化療都陪伴我 那我的家人就是父母親 就是家人部分也都了解我的狀況 包括孩子他們都很懂事 所以在整個治療過程中 我覺得我比較沒有太多負擔 家裡的後顧之憂 對 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就是有完整的一個家庭的支持這樣子 這真的很重要 對 所以剛剛你也提到說 家庭支持 就是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沒錯 沒錯 那那個惠文請教一下 就是這種三陰性的乳癌 它到底發生機率有多高啊 照我們看到的那個資料來講 他大概比例剛剛院長其實有提到 大概15%到20%左右 其實也不低啦 就是大概五個乳癌患者裡面 也會有一位 像我認識的一個還蠻熟悉的朋友 他也是三陰性的乳癌患者 而且他發現的時間點真的是 會讓他晴天霹靂 因為他才剛生完老二 第二個小孩在哺乳的時候 然後自己去在輕微的時候去摸到的 然後真的是當下他都 而且檢查出來雖然是一期啦 然後腫瘤是1.7公分 可是因為是三陰性 所以他真的有非常大的震撼 然後而且也不暗這樣子 那對他來講 甚至他一度也想到說 我的小孩以後是不是要叫別人媽媽 他就記得 驚險很多了 然後當然就是他也是跟詠卿一樣 就是很不錯的地方是 他有跟家人充分的討論跟溝通 包括他的先生 所以他也是家庭支持的力量 給他很大的那個後盾這樣子 所以當然跟他 我們剛剛講這個癌症的發生 有時候是跟你的情緒負擔 是有很大的關係 他原來的工作是在那個 你知道他是一個女工程師 就是在半導體業的女性工程師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本來是人生正在上坡的時候 而且很受就是長官重視 所以這個事業也得意 然後家庭也剛好生了兩個寶貝女兒這樣子 那對他來說 其實當然可能就是工作壓力也不小 但是他不自知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導致說他後來發生了癌症的部分 可是他也算是目前為止也控制得很好 就經歷了非常多的化療各方面的 然後也切除乳房 可是我看他 他是全切嗎 對切一邊 但是我看他是就是非常 因為他個性本身也樂觀 所以他也是過得也還不錯 他一直覺得說 我就是要餵我的小孩 不要讓他叫別人媽媽 所以他就是咬著牙 然後也擔心他的另外一半如果沒有他 因為他感覺他先生比他還激動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我應該要好好的來面對勇敢的治療這樣子 是 侯醫師像剛剛這個情況真的很糾結 他還在哺乳耶 對 怎麼會在哺乳期間發現呢 而且又這麼巧是這個五雷轟頂的三陰性 然後真的有必要全切嗎 像剛剛其實侯醫師有講過 現在醫術都盡量能夠保持女性的性徵 那要怎麼樣的判斷才決定 我到底要不要全切 第一個 在哺乳中去發現 或者懷孕中去發現的室友 那通常在哺乳中或者是懷孕中 因為這個時候有時候女王會腫脹 常常會忽視掉 你怎麼去判斷 是忽視掉的 那這個可能就是也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在懷孕中或者是哺乳中 該做檢查還是要做檢查 那其實 乎乳中或者懷孕中這個狀況 只要用超音波來檢查看就知道 雖然是比較不好診斷 但是如果給專業的乳癌的專業科的醫師 應該是可行的 那當然我剛剛也回應的想法這一些 就是家庭的支持是很重要 不過有一些大家也知道 現在單身女性的很多 不要讓父母煩惱的也蠻多的 那這些比較獨立性的這個 女性要怎麼辦 其實我們可以跟大家提供去說 其實我們台灣 從過去到現在 大概在各醫院 或者是各大的機構裡面 大概有64個左右的乳癌的病友會 那這些病友會 可以變成你的好姐妹 可以好好去做吃女 那我們會發現這些會去參與這些 這些連理的人來講 他們生活各方面的步調會比較好 畢竟人家有走過這條路 我想這是一個提供 那當然有基金會 像這個台灣癌症基金會 或者是乳癌基金會 那這些基金會 他們也長期在對重這個 那這幾個大概是比較吃民專門 在做這個癌症這一塊 那尤其在做主廚這一方面的話 幾乎都是我們女性的主行者 那這些人他們會非常把台灣這個乳癌這一塊 在做為他們最大的 那不只辦了這些的活動 那他們也有一些オークショップ 那甚至有一部分都還走上國際 所以我是覺得 事實上在台灣這二十年來 那二十幾年來 像我們的乳癌醫學會 也是積極的在推動隨事的活動 那這是我們創作會長張金天教授 然後現在連續著 像幾任的理事長 現在是榮總的鄭念平理事長 那長庚是陳新社理事長 都有他們大家的支持 所以全台灣大概都有這樣的一個團體 可以去幫助大家 那有一些基金會 甚至他還可以做一些經濟上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的藥物相關的話 也許他們不能那麼的足夠的去支援 但至少他們會幫你提供或者是尋求去寫字 所以這個地方我是覺得我們台灣乳癌的病人 都是在這個算是比國外年輕 那這個其實我們台灣在坦白講 很溫馨的一面 就是有一些的病人 可以去好好的去支持他們 那這裡是給大家 給我們大家做一個參考 得到乳癌坦白講是目前女性裡面 雖然是台灣佔的第一位 但是他是最幸運的一群 癌症不好 但是他的注意力算是很高的 對 這是我可以提供的 尤其在專類方面 尤其是你有團隊的醫院來講的話 每一年我們都會去統計 看這一些醫院的這個 癌症的這個認證等等 那這些的醫院他們的這個存落率 其實都不會差很多 比較會有一點差別是一些轉移性的癌症 轉移性癌症的話 治療效果比較好的 大概都有參加這個國際的臨場試驗 那有參加國際臨場試驗的話 就可以取得比較好的藥物 他確實有參加這個臨場大型的試驗的話 可以提升我們的這個存落率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鼓勵 我們的如果你一旦有需要的話 或者有這個臨場試驗的話 我們在鼓勵我們的病友 你可以積極去加入這些臨場 臨場試驗 那在這些臨場試驗時 其實這些人來 在我們台灣在國際上以外 這一塊都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像台大盧彥星教授 他們也要指導一個大型的臨場試驗 也登了一個很好的一個雜誌 大家一起共同把這一塊 醫療這一塊把它做好 不過也真的也要謝謝 其實媒體也很重要 因為媒體去做這個先導就增加 其實我們過去也發現 登了乳癌消息 隔一天 那你有蒙診的病人就增加了好嗎 就能跑出來新的跑出來 所以這也給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其實這個病 如果越多人得到 民眾可以去重視它 其實就大家知道怎麼樣照顧自己吧 對 我覺得剛剛這個就是 侯教授提到很多很重要的觀念 包括其實哺乳中的媽媽 你不要以為是脹奶 其實還是要給專業的乳房科醫生去檢查 到底自己的乳房有沒有出問題